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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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就会成功 热点零距离 我是金灵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期的热点零距离 其实所以百明镜一直坚持到这么多年 已经是我们影视的资深的长青树到现在都在战斗感 要发挥深艾成那时的那种奋斗精神 因为我知道那段经历对于你人生 你一直都是放在心中很重要的位置 因为那时候就是80年代 我就很幸运 撞到两个很好的拍档 麦家石天 我们最初就成立了一间奋斗公司 这间奋斗公司集合了编导演 编剧我 導演麦家 演出石天 编导演就集合了 一间小小的奋斗公司 那时候我们拍的戏都不错 那时候你多大年纪 那时候就是二十多岁 都是二十多岁 好像香港现在年轻人那样大 于是后来我们成立了新艾成电影公司之后 发觉我们不是一间小公司 因为我们要面对有两个很大的巨人 当时演艺界的巨人 就是邵氏公司和嘉禾公司 这是两大巨头 垄断了整个香港的电影行业 那我们三个臭皮像 大多可以变成一个珠葛亮 去斗他们这两大巨人 后来就是 还有一个奋斗房 后来再招兵买马 加入了徐克 曾志伟 施南生 泰迪和和彬 所以有经典的奋斗房 这个奋斗房其实就是麦家 在美孚新村的小小的书房 只能够坐七个人 因为很小 第八个人要坐出门口 每一晚我们都计划剧本 谈电影 集合的时间是十二点 不是下午 是半夜十二点 半夜 一直计划到天亮六七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人家都睡觉 没有电话的骚扰 那你们可以专心计划剧本 所以很多很经典的 新艺城的电影 剧本都出自这奋斗房 是否开心鬼 开心鬼是其中一个 之前就是最佳拍档 最佳拍档 又有《鬼马志多星》 《小生怕怕》 《阴阳错》 《我夜来香》 等等这些很经典的电影 都出自于奋斗房 其实白明哥三十多岁 创立了奋斗公司 其实他这一段成长的经历 都带给我们时下的 特别是我们时下的一些年轻人 都有很多啟示 其实那时候你们的心中 根本都不会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些条件 为什么政府不给我们这些条件 你们想到的就是 我们要如何攀手合心 大家一起努力 去达动我们想要成就的事情 这些就要讲一下 年轻人的心态 因为我呢 香港出生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见证了香港的英子时代 土家活跪 见证了香港的成长 因为正是战后出生的时候 香港是很穷 是穷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弟弟的时候 都经历过 不至于那时候 有一套电影叫做 一家八口一张床 真的 一家八口就睡一张床 那个年代 我们都幸运不需要这样 但是都是 睡屋架床 睡梵布床 这样长大的 在那个很困难的环境 那时候就是 英国殖民地 是 英国殖民地的香港 底下 就没有任何保障 你香港人 如果你自己 不发奋图强 你不懂得去赚钱 你没有钱 是没有人照顾你的 政府是不会照顾你的 不会照顾你的 读书 医疗 不会的 你没有钱就怎么办 没有钱就睡街 你会饿醒在街头 是这样的 所以那个年代的香港人 每个都奋斗 第一他们 他们不会谈政治 也都不给你机会谈政治 也都没有兴趣去谈政治 因为要赚钱 要赚食 所以每个香港人 都有那种奋斗的精神 所以在那个年代 很多都是靠自己两手 去白手兴家 去创业 去做了很多神话出来的 我当时也是经历过这个年代 譬如说 我自小很喜欢电影 你去电影院看 看到王飞鸿 关帝兄师傅 那时候王飞鸿的电影很厉害 这个真是我的偶像 最好有一天 我可以和他一起做戏 你可以这样想 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你不知道的 但你不去争取便没有了 后来我就入电影圈 我终于有机会 和我的偶像写剧本 在电视台和关帝兄 写王飞鸿的电视剧本 收视率有冠军 后来我和他做了好朋友 和我的偶像一起拍戏 和他写剧本 做了好朋友 这就是 小时候的梦想 亦都成真 甚至小时候我们很流行听英文歌 每个都听猫王 Alvers Presidy 我喜欢听英国的金童子 Cliff Richard 听他的歌 The Young Ones The Bachelor Boys 那时我都经常听 如果有机会 见到他 或者这样就好了 见到我的偶像 终于有机会 我在沙士那一年 2003年的年头 我主办了他一场 在香港的演唱会 邀请Cliff Richard 来到香港 在洪馆做了一个演唱会 哇 这就是我邀请我的偶像 一起聊天 真的很好 人生一定要有梦想 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的梦想就实现了 是的 再说回 其实 香港人的那种奋斗精神 真是很厉害 但现在 新的一代 为什么会没有这些奋斗精神 为什么呢 其实白明哥 我觉得是社会太富裕 仲坏了他们 仲坏了他们 和太过自由 这件事 和变成他们 没有了那种 好像我们那种 喂 你不饮食 你会饿死 没有人会可怜你 没有人会帮你 你不会走 政府 政府不会理睬你 是 是 你以为我走到街上去示威 一示威就抓了你 就去坐牢 我还记得 当年 天星小林家家 加斗岭 即是加五个仙 有些学生 走到天星码头静坐 都不是静坐示威 全部都抓进去 学生都抓了 抓了 跟着出来都不敢出声 就不了了之 因为那时候是 英国殖民地 政府底下 是不容许你说的 不要说游行 静坐都不行 其实我觉得现在 社会完全变了 太民主太自由 所以其实 刚才白鸣哥的分享 你的父辈 到你这一代人 其实见证香港 从英子时代 到现在的回归 二十多年 其实真是看着 香港人如何 当年发挥狮子山精神 有梦想 有目标 自己去努力奋斗 其实 现在的时刻 年轻人 真的要好好听一下 特别一下 现在 我们电视机前的节目 或者是白鸣哥的 影视的粉丝 真的要好好听一下 这段说话 这段说话 是一个 在香港成长七十多年的 一位见证者的分享 今天也很感谢白鸣哥 来到我们节目中 其实我也觉得 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其实今天也说了很多 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 请到白鸣哥来到我们节目中 再说一些趣事 正能量 例子的东西 给我们听 多谢白鸣哥 多谢大家收看 下一期的2点0距离再见